刚才谢谢大家 我们六个人的报告 希望还对各位有帮助 最后我会希望用五分钟六分钟的时间 跟各位就我们六个人原则上的一个建议 也就是行动方针 跟各位报告一下 具体的行动方针 分别是 即便中华民国 即便中华民国在1971年推出联合国 我们仍应拥抱世界 并受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京都议定书 巴黎协定等国基监气候绝对法 Youskogans拘束 为解决气候灾难积极采取行动 政府对外因编列 因应气候灾难原外基金 协助开发中国家每年净零之用 对内首要之务是建立完整的气候变迁法体系 并参考马总统时期开始 就人权两公约等六项国际公约 制定施行法之模式 制定气候相关公约之施行法 或使之国内法化 二 我们应同时盘点内国法规 包括宪法 环境基本法 修正中气候变迁因应法 地方自治法规等 使其富有弹性及忍性 认真对待环境生态保护之义务 重申该些法规之优位法性质 此外应重视原住民之气候转型争议 在固守探会及其优化的基础上 反映原住民历史探贡献 同时会议其未来的探贡献 三 应于法律明定 2050前之禁令排放具体达标路径 明确自然人基于基本权力 肃请审查法律违宪之司法程序 建制人民监督国家气候政策执行之司法审判环境 以确保人民在气候灾难下之生存权 健康权 自由权 环境权及世代正义之保障 建制气候变迁专责法院 法官应参考专家之科学意见 审查气候案件 确保判决结果落实经济及环境 兼筹并故 四 除透过法治制定相关政策及行动外 就执行层面 亦应于行政院跨部会组织 如国法会建立或重整 一个兼具独立性及专业性之气候变迁委员会 并仿效人权报告 逐年提出我国禁令报告 五 遵循COP26运具禁令排放转型宣言之精神 建立运具汽车摩托车等电动化具体时程 并明定禁售燃油车时点 取消燃油车补助 透过奖励机制及广设运具充电装置等政策措施 提高人民与企业实践运具运动化之意愿 电动化之意愿 六 调整无助甚至有害净零之能源配比于时程 对于任何降低碳排放之能源保持开放的态度 依COP26决议之精神 尽速淘汰燃煤 天然气等石化燃料 并广纳干净稳定之能源 不局限风光发电 地热 核能 氢能 水力 生殖能等 应全力研发 尊重科学并排除意识形态 力求为世代子孙涌流移居至地球 七 政府应注意到有效的碳排责任分配 要以直接排放为依据 在国家与企业的公平基础上 共同承担减碳责任以达净零目标 此外 透过建立碳排总量管制 碳交易机制及碳费定价 强化跨产业别之整体辅导措施等方式 加速产业净零亦有必要 八 产业减碳因纳入循环经济思维 以公司智力角度推动低碳转型 将净零碳排列入公司章程 善尽CSR企业社会责任 ESG环境社会与企业治理 让净零成为企业DNA 九 生根全民教育 透过学校教育通识宣导 及企业教育训练等方式 深化孩童到成年之公民素养 培养气候灾难观念 建立节能减碳思维 借此提升公民意识 此外 以上是具体的行动方针 此外只是我们的六个人的一个提醒 提醒是什么 提醒期待所有的公民能够充分了解 12月18号上午8点到下午4点的公民投票议题 其中重启核四 珍爱藻礁两岸 与气候变迁 与能源使用息息相关 无论您是赞成或反对 都请为自己和下一代投下神圣的一票 谢谢各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